第十三章 试读之请 石破天一直正正的瞧住民柔 满腹都是一团 民柔双目含泪 微笑道 傻孩子 你 你不认得爹爹 妈妈了吗 张开双臂 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石破天自始人世以来 从未有人如此怜惜过她 心中也是激情充益 不知说什么好 隔了半上 才道 石庄主是我爹爹吗 我可不知道 不过 不过 你不是我妈妈 我正在找我妈妈 敏柔听她不认自己 心头一酸 险些又要掉下泪来 说道 可怜的孩子 这也难怪得你 隔了这许多年 你连爹爹 妈妈也不认得了 你离开悬宿庄时 头顶只当妈心口 现今可涨得比你爹爹还高了 你相貌模样 果然也变了不少 那晚在土地庙中 若不是你爹娘先已得知 你给白万剑勤了去 扎剑之下 说什么也不会认得你 石破天越听越奇 但自己的母亲脸孔黄肿 又比敏柔矮小得多 怎么会认错 你也如到 石夫人 你认错了人 我 我 我不是你们的儿子 敏柔转头向住石青 忍不住泪水夺框而出 颤声道 师哥 你瞧这孩子 石青一听石破天不认父母 便自盘算 这孩子甚攻心计 他不认父母 定有深意 莫非他在灵霄城中闯下了大祸 在长乐帮中为非作歹 声名狼藉 没面目和父母相认 还是怕我们责罚 怕牵累了父母 便问 那么你是不是长乐帮的石帮主 石破天道 大家都说我是石帮主 其实我不是的 大家可都把我认错了石青道 那你叫什么名字 石破天脸色迷惘 道 我不知道 我娘便叫我狗杂种 石青夫妇对望一眼 见石破天说的诚挚 石不似是故意欺瞒 石青向妻子使个眼色 两人走出了石余步 石青低声道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玉儿 咱们只打听到玉儿做了长乐帮帮主 但一帮之主 那能如此痴痴呆呆 米柔哽咽道 玉儿离开爹娘身边 已有十多年 孩子年纪一大 身材像貌千变万化 可是 可是 我认定他是我的儿子 石青陈寅道 你心中毫无怀疑 米柔道 怀疑是有的 但不知怎么 我相信他 他是我们的孩儿 什么道理 我却说不上来 石青突然想到一事 说道 啊 也有了 石妹 当日那小贱人动手害你那天 这是他夫妇俩的毕生恨事 两人时刻不忘 却是谁也不愿提到 石青只说了个头 便不再往下说 米柔立时醒悟 道 不错 我跟他说去走到一块大石之旁 坐了下来 向石破天招招手 道 孩子 你过来 我有说话 石破天走到他的跟前 米柔手指大石 要他坐在身侧 说道 孩子 那年你刚满周岁不久 有个女贼来害你妈妈 你爹爹不在家 你妈刚生你弟弟还没满月 没力气跟那女贼对打 那女贼悟得很 不但要杀你妈妈 还要杀你 杀你弟弟石破天惊道 杀死了我没有 随即失效 说道 我真糊涂 当然没杀死我了 米柔却没笑 继续道 妈妈左手抱住你 右手使剑 判命支持 那女贼武功很是了得 正在危急的关头 你爹爹恰好赶回来了 那女贼发出三枚金钱镖 两枚给妈砸飞了 第三枚却打在你的小屁股上 妈妈又急又皮 晕了过去 那女贼见到你爹爹 也就逃走 胡料他心也真狠 逃走之时 却顺手将你弟弟抱了去 你爹爹忙住救我 又怕他暗中服下帮手 乘机害我 不敢远追 再想那女贼 那女贼也不会真的害他儿子 不过将婴儿抱去 吓他一下 那知道到了第三天上 那女贼人竟将你弟弟的尸首 送了回来 心窝中插了两柄短剑 一柄是黑剑 一柄白剑 剑上还刻着你爹爹妈妈的名字 说到此处已是泪如雨下 石破天听的也是义愤填膺 怒到这女贼当真可恶 小小孩子懂得什么 却也下毒手将他害死 否则我有一个弟弟 岂不是好 石夫人 这件事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 敏柔垂泪道 孩子 难道你真将你亲生的娘忘记了 我 我就是你娘啊 石破天凝视她的脸 缓缓摇头 说道 不是的 你认错了人 敏柔道 那日这女贼用金钱镖在你左骨上打了一镖 你年纪虽然长大 这镖痕绝不会退去 你借下小一来瞧瞧吧 石破天道 我 我 想起自己肩头有叮当所咬的牙印腿上 有雪山派料师叔所赐的六朵雪花剑印 都是自己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的 一旦解一解释 却清清楚楚的留在肌肤之上 此中情有 时事百思不得其解 石破人说 自己屁股上有金钱镖的伤痕 只怕真的有这镖印也未可知 他伸手隔一摸自己左臀 似乎摸不到什么伤痕 只是有过两次先例在 不免大有惊弓之意 脸上神色不定 敏柔微笑道 我是你亲生的娘 不知给你换过多少屎部尿片 还怕什么丑 好吧 你跟你爹爹瞧瞧说着转过身子 走开几步 石清道 孩子 你解下裤子来自己瞧瞧 石破天伸手又隔一摸了一下 觉得却是没有伤疤 这才解开裤带 退下裤子 回头瞧了一下 只见左臀之上 裹有一条七八分的伤痕 只是淡淡的极不明显 一时之间 他心中惊骇无限 只觉天地都在旋转 似乎自己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可是自己却有一点也不知道 极度害怕之际 忍不住放声大哭 敏柔急忙转身 石清向他点了点头 意思说 他却是玉儿 敏柔又是欢喜 又是难过 抢到他的身边 将他搂在怀里 流泪道 玉儿 玉儿 不用害怕 便有天大的事 也有爹爹妈妈给你做主 石破天哭声道 从前的事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我不知道你是我妈妈 不知道她是我爹爹 不知道我屁股上 有这么一条伤疤 我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石清道 你这身后的内力 是那里学来的 石破天摇头道 我不知道 石清又问 你这赌掌功夫 是这几天中学到的 又是谁教你的 石破天害道 没人教我 我怎么了 什么都糊涂了 难道我真的便是石破天 石帮主 石 石 我姓石 是你们的儿子 他下的脸无人色 双手抓着裤头 只是防裤子掉下去 却忘了系上裤带 石清夫妇 眼见他下成这个模样 米柔自是充满了怜惜之情 不住轻抚他的头顶 柔声道 玉儿 别怕 别怕 石清也将这几年的脑恨之心 抛在一边 玄色 我曾见有人脑袋上受了重击 或是身染大病之后 将前世忘得干干净净 听说叫做什么离魂症 极难至于复原 难道 难道玉儿也是患了这项病症 他心中的盘算一时不敢对妻子提起 不料 敏柔却也是在这般思量 夫妻俩你瞧着我 我瞧着你 不约而同的冲口而出 离魂症 石清知道患上了这种病症的人 弱加催逼 反制加深他的急患 只有引刀又倒 慢慢助他回复激进 当下和颜月色的道 今日咱们骨肉重逢 时事不胜之喜 孩子 你肚子想逼饿了 咱们到前面去买些酒饭吃 石破天 却仍是魂不守舍 问道 我到底是谁 敏柔伸手去替他将裤腰折好 系上了裤带 柔声道 海儿 你有没重重摔过一跤 撞痛了脑袋 有没和人动手 头上给人打伤了 石破天摇头道 没有 没有 敏柔又问 那么这些年中 有没生过重病 发过高烧 石破天道 有啊 早几个月前 我全身发烧 好似在一口大火炉中烧至一般 后来又全身发了 那天 那天在荒山中晕了过去 从此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石清和敏柔探明了他的病院 心头一喜 同时舒了口气 敏柔缓缓的道 海儿 你不用害怕 你发烧发的厉害 把从前的事都忘记了 慢慢的就会记起来 石破天将信将疑 问道 那么你真是我娘 石 石庄主是我爹爹 敏柔道 是啊 海儿 你爹爹和我到处找你 天可怜见 让我们一家三口 骨肉团圆 你 你怎不叫爹爹 石破天深信敏柔 绝不会骗他 自己本来又无父亲 略意迟疑 便向石清教导 爹爹 石清微笑答应 道 你叫妈妈 要他叫敏柔做娘 那可难得多了 他记得清清楚楚 自己的妈相貌 和敏柔完全不同 数年前 妈妈一去不反之时 他头发已经灰白 绝非敏柔这般一头乌丝 他妈妈性情暴力 动不动张口便骂 伸手便打 那有敏柔这么温文慈想 但见敏柔满脸期盼之色 等了一会 不听他叫出声来 眼眶已自哄了 不由得心中不忍 低声叫道 妈妈 敏柔大喜 身臂将他搂在怀里 笑道 好孩 乖儿子 猪泪滚滚而下 石清的眼睛也有些湿润 心想 凭这孩子在灵霄城 和常乐帮中的作为 石是死有余辜 怎说得上是好孩 乖儿子 只是念着他身上有病 一时也不便发作 又想浪子回头金不换 日后好好教训 说不定有悔改之机 又想从小便让他远离父母 自己有书教诲 未始不是没有过失 只是悬速双剑 一时英明 却生下这样的儿子 来仪秀江湖 煞时间思如潮涌 又是欢喜 又是傲恨 敏柔见到丈夫脸色 便明白他的心事 生怕他追问儿子的过失 说道 清哥 玉儿 我饿得很 咱们快些去找些东西来吃一声呼哨 黑白双鞠奔了过来 敏柔微笑道 孩儿 你跟妈一起骑着白马石青剑 妻子十余年来极少有今日这般欢喜 微微一笑 纵身上了黑马 石破天和敏柔共成白马 沿大路向前持去 石破天满腹一团 他真是我妈妈 那么从小养大我的妈妈 那倒不是我妈妈 三人二骑行了树里 见道旁有所小庙 敏柔道 咱们到庙里去拜拜菩萨 下马走进庙门 石青和石破天也跟住进庙 石青素之妻子向来不信神佛 却见他走进佛殿 在一尊如来佛像之前不住磕头 他回头向石破天瞧了一眼 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 这孩儿虽然不孝 胡作非为 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 若有人要伤害于他 我宁可性命不在 也要护他周全 今日咱们父子团聚 老天菩萨 爱我实情实事恩重 双膝一渠 也磕下脱去 石破天站在一旁 只听得民柔低声助告 如来佛保佑 但愿我儿疾病遭遇 他小时无知 干下的罪孽 都有为娘的一身抵挡 一切责罚 都有为娘的来承受 千刀万剐 单寿不辞 只求我儿今后重新做人 一生无灾无难 平安喜乐 敏柔的助导声音基地 只是口尘微动 但石破天内力既强 慕名耳聪 自然而然的大胜常人 敏柔这些助告之词 每一个字都听入了耳里 胸中邓食热血上涌 心想 他若不是亲生我的妈妈 怎会对我如此毫发 我一直不肯叫他妈妈 当真是糊涂 偷顶了激动之下 扑上前去 搂住了他的双臂 叫道 妈妈 妈妈 你真是我的妈妈 他先前的称呼 出于勉强 敏柔如何听不出来 这时才听到 他出自内心的叫唤 回手也抱住了他 叫道 我的苦命孩 石破天想起 在荒山中和自己 共处十多年的那个妈妈 虽然待自己不好 但母子俩相依为命了 这许多年 总是割舍不下 忍不住又问 那么我从前那个妈妈呢 难道 难道她是骗我的吗 敏柔轻抚她的头发 道 从前那个妈妈怎样的 你说给娘听石破天道 她 她头发有些白了 比你矮了半个头 她不会武功 常常自己生气 有时候向我肝瞪眼 常常打我 骂我敏柔道 她说是你妈妈 也叫你孩儿 石破天道 不 她叫我狗杂种 石青和敏柔心中都是一栋 这女人叫育儿狗杂种 自是心中恨极了咱夫妇 莫非 莫非是那个女人 敏柔盲道 那女子瓜子脸 皮肤很白 相貌很美 笑起来脸上有个酒窝 是不是 石破天摇摇头道 不是 我那个妈妈脸蛋胖胖的 有些黄 有些黑 整天板起了脸 很少笑的 酒窝是什么 敏柔软须了口气 说道 原来不是她 孩儿 那晚在土地庙中 妈的渐渐不小心刺中了你 伤得怎样 石破天道 伤势很轻 过了几天就好了 敏柔又问 你又怎样逃脱白万件的手 咱们孩儿当真了不起 连气寒西北也拿她不住 最后这两句话是向石青说的 言下颇为得意 石青和白万件在土地庙中 撼斗千余招 对他剑法之惊 心下好生隐配 听妻子这么说 内心也自赞同 直到别太夸奖孩子 小心宠坏了他 石破天道 不是我自己逃走的 是丁补三爷爷和丁丁当当 救我的石青夫妇 听到丁补三名字 都是一礼 盲问究竟 这件事说来话长 石破天当下原原本本将 丁补三和丁当怎么相救 丁补三怎么要杀他 丁当又怎么教他擒拿手 怎么将他抛出船去 等情说了 敏柔反问前世 石破天指得又述说 如何和丁当拜天地 如何在常乐邦总舵中 为白万件索亲 回过来再说 怎么在长江中 遇到石婆婆和阿秀 怎么和丁补四比武 石婆婆怎么在紫燕岛上 收他为京乌派弟子 怎么见到飞鱼帮的死尸船 怎么和张三李四结拜 直说到大闹铁茶会 误入上清官为止 他当时遇到这些江湖歧视之时 一直便迷迷糊糊 不明其中原因 此时说来 自不免颠三倒四 但时清 敏柔逐向盘问 终于明白了十之八九 夫妇俩越来越是压抑 心头也是越来越是沉重 时清问道 他怎会来到常乐邦 石破天便述说 如何在摩天崖上 练捉麻雀的功夫 又回溯当年 如何在烧饼铺外 蒙柔赠银 如何见到谢燕客 抢他夫妇的黑白双剑 如何被谢燕客 带上高山 夫妇俩万万料想不到 当年侯奸集上 所见那个无惠小盖 竟然便是自己儿子 敏柔回想当年 这小盖的沦落之状 又是一阵心酸 时清寻思 按时日推算 咱们在侯奸集相遇之时 正是这孩子 从灵霄城中逃出不久 耿万钟 他们怎会不认得 想到此处 细细又看石中玉的面貌 当年侯奸集上 所见小盖形貌如何 记忆中已是甚为模糊 只记得他骑士 一山蓝绿 满脸泥乌 又想 他自灵霄城中逃出来之后 一路起石 面目污秽 说不定又故意涂上些泥污 以至耿万钟 他们对面不识 我夫妇和他分别多年 小孩变得好快 则是更加认不出了问道 那日在烧饼铺外 你见到耿万钟叔叔他们 心里怕不怕 敏柔本不愿丈夫 集体雪山派之事 但既已提到 也已阻止不来 只是秀眉微醋 声孔石青言辞盘接艾尔 却听石破天道 耿万钟 他们当真是我师叔吗 那时我不知他们要诛我 我自然不怕石青道 那时你不知他们要诛你 你 你不知耿万钟是你师叔 石破天摇头道 不知 敏柔见丈夫脸上掠过一层暗云 指他甚为恼怒 只是强自克制 便道 孩儿 人熟无过 知过能改 善莫大焉 从前的事既坐下来 只有设法补过 爹爹妈妈爱你 胜于性命 你不需隐瞒 将各种情由都对爹妈说好了 封师父带你怎样 石破天问道 封师父 那个封师父 他记得在那土地庙中 曾听父子和白万剑 提过封万里的名字 便道 是烽火神龙烽万里 我听你们说起过 但我没见过他石青夫妇 对瞧了一眼 石青又问 白爷爷呢 他老人家脾气非常暴躁 是不是 石破天摇头道 我不使得什么白爷爷 从来没见过石青 敏柔跟住问起 灵霄城雪山派中的事物 石破天竟是全然不知 敏柔道 师哥 这柄是从那时起的 石青点了点头 莫不作声 而人已了然于胸 他从灵霄城中逃出来 若不是在雪山下撞伤了头脑 便是害怕过度 吓得将就是忘了个干干净净 他说在摩天崖和常乐邦中 发冷发热 真正的病根 却在几年前便种下了 敏柔在问他年幼时的事情 石破天说来说去 只是在荒山如何打猎不阙 如何带了阿黄漫游 再也问不出什么 所以然来 似乎从他出生到十几岁之间 便只一片空白 石青道 玉儿 有一件事很是要紧 和你生死有重大干系 雪山派的武功 你到底学了多少 石破天一呆 说道 我便是在土地庙中 见到他们练剑 心中记了一些 他们很生气嘛 是不是因此要杀我 爹爹 那个白师傅硬说 我是雪山派弟子 不知是什么道理 但我腿上却当真 又有雪山剑法留下疤痕 石青向妻子道 师妹 我再试试他的剑法 拔出长剑 道 你用雪道的雪山剑法 和爹爹过招 不可隐瞒你 柔将自己长剑 交在石破天手中 向他微微一笑 以示激励 石青缓缓挺剑刺去 石破天举剑一挡 使得是雪山剑法中 一招朔风呼起 剑招似是而非 破绽百出 石青眉头微皱 不与他长剑相交 随即变招 说道 你只管还招好了 石破天道 是 斜皮一剑 却是一剑作刀 更似金无刀法 显然不是剑法 石青常剑极刺 剑剑紧迫 心想 这孩子在机灵 也休想在武功上瞒得过我 一个人面临生死关头之际 绝不能以剑法作为 当下每一招都刺向他的要害 石破天心下微荒 自然而然的又何充须 天须相斗时奈般 一剑作刀 自管自的使动金无刀法 石青初剑如风 越使越快 石破天知道这是跟爹爹是招 使动金无刀法时 剑上全无内力很近 但有招数 自是威力全是 倘若石青的对手不是自己儿子 真要治他死命 在第十一招时 以可一剑惯凶而入 到第二十三招时 更可横剑将他脑袋削去半边 在第二十八招上 石破天更是门户洞开 前胸小腹左肩右腿 四处同时露出破绽 石青向妻子望了一眼 摇里摇头 长剑中攻直进 指向石破天小腹 石破天手忙脚乱之下 挥刀乱挡 当了一声响 石青手中长剑立石阵飞 胸口塞闷 气也透不过来 邓石向后连退四五步 险些站立不定 石破天惊呼 爹爹 你 你怎么 抛下长剑 抢上前去蝉扶 石青脑中一阵晕血 急忙闭气 挥手命他不可走近 原来石破天和人动手过招 体内剧毒自然而然 受内力之逼而散发出来 幸好石青是前得知内情 宁气不息 才为中毒昏倒 但受到毒气侵袭 也已投昏脑胀 敏柔关心丈夫 忙上前辅助 转头向石破天道 爹爹是你无功 怎样的出手如此美精美重 石破天甚是惶恐 道 爹爹 是 是我不好 你 你没受伤吗 石青见他关切之情 甚至是真切 大是喜慰 微微一笑 调映了一下气息 好 没什么 师妹 你不需怪玉儿 他却是没学到雪山派的剑法 倘若他真的能方能说 自然不会对我无礼 这孩子内力真强 武林中能急上他的 可还没几个敏柔 知道丈夫素来 对一般武学之事 少所需可 听得他如此称赞艾尔 不由的满脸春风 道 但他武功太野生疏 便请做爹爹的调教一凡石青 笑道 你在那土地庙中早就教过他了 看来教会顽皮儿子 严妇不如此母 敏柔 艳然一笑 道 杨两个想多饿了 咱们吃饭去把三人到了一处镇店吃饭 敏柔欢喜之余 竟破例多吃了一碗 饭后来到荒僻的山奥之中 石青便将剑法的精益所在说给儿子听 石破天书越来亲至高手 语武学之道已领悟了不少 此刻经石青这大行家一家指点 当时豁然贯通 石婆婆虽说他为徒 但相处时日无多 交的七十三招经乌刀法后便即分手 没来得及如石青这般详家指点 何况石婆婆似乎只是志在克制雪山派剑法 别无所求 交道之时 说来说去 总是不离如何打败雪山剑法 并不似石青那样 所教的是兵刃拳脚中的武学道理 石青夫妇轮流和他过招 见到他招数中的破绽之处 随时指点 彼之当日民柔在土地庙中漠不作声的交招 自是简明快捷的多 石破天欲有疑难 立即询问 石青夫妇听他所问 竟连武学中最粗浅的道理也全然不懂 西家解释之后 于雪山派如此小气藏私 亏待艾尔 君士忍不住十分恼怒 石破天内力悠长 自武器晚 专心致志的学见 竟丝毫不见疲累 恋了半天 面不红 气不喘 石青夫妇轮流给他喂招 个人反而都累出了一身大汗 如此交了七八日 石破天进步神索 对父母所受上清官一派的剑法 以领会的注视不少 这六七天中 石青夫妇每当饮食或是休息之际 总是引渡他述说往事 盼能助他恢复记忆 但石破天只对在常乐邦总舵 大病行转之后的事迹记得清清楚楚 随时小事细节 亦能叙述明白 亦说到幼时在玄宿庄的往事 在灵霄城中学艺的经过 便瞠目不知所对 这日午后 三人吃过饭后 又来到每日恋剑的柳树之下 坐着闲探 敏柔拾起一根小树枝 在地下写了黑白分明四字 问道 玉儿 你记得这四个字吗 石破天摇头道 我不识字 石青夫妇都是一惊 当着孩子离家之时 敏柔已教他识字于千 三字经 唐诗等都已朗朗上口 怎会此刻说出 我不识字这句话来 那黑白分明四字 写于玄宿庄大厅正中的大扁之上 出于一位武林民宿之首 既和黑白双剑的身份 又与他夫妇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当年石破天四岁之时 敏柔将他抱在怀里 指点大扁 教了他这四个字 石破天当时便认得了 石青夫妻俩都赞他聪明 此刻他写此四字 盼他能由此而记起往事 那只他竟连四岁时 便以识得的字也都忘了 当下又用树枝 在地下划了个一字 笑问 这个字你还记得吗 石破天道 我什么字都是不识 没人教过我 敏柔心下七处 泪水已在眼眶中 滚来滚去 石青道 玉儿 你到那边歇歇去 石破天答应了 却提起常见 自去练习见招 石青劝妻子道 石妹 玉儿染激不清 肥昭熙之间所能全可 他顿了一顿 又道 再说 就算他把前世全忘了 也未始不是美事 这孩子从前轻浮跳脱 此刻虽然有点 有点神不守舍 却是稳重后始的多 他是大大的长进了 敏柔异想丈夫之言不错 等是转背为喜 心想 不识字有什么打进 最多我再从头交起 也就是了想起当年的轿子之乐 不由得心下柔情荡漾 虽然此刻孩儿已然长大 但在他心中 儿子还是一般的天真幼稚 越是糊涂不懂事 反而更加可惜可爱 石青忽道 有一件事我好生不解 这孩子的离婚病 显示在离开林孝城之时 就得下了的 后来一场热病 只不过令他急换加身而已 可是可是 敏柔听丈夫言语之中 四汗甚幼不禁担心 问道 你想到了什么 石青道 育儿论文才是一字不识 论武功也是毫不高明 突然内力身后而已 说道阅历自忘 计谋手腕 更是不足一身 长乐邦是近年来江湖上崛起的一个大邦 八九年间闯下了好大的万儿 怎能 敏柔点头道 是啊 怎能奉他这样一个孩子做帮主 实情沉吟道 那日咱们在徐州听鲁东三雄说起 长乐邦始创帮主名叫司徒衡 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角色 倒是做他副手的那驻守成春被害时 其实了得 不知怎样 帮主换作了一个少年石破天 鲁东三雄说道 长乐邦这少年帮主谈话好色 行事鬼许 武功颇为高强 本来谁也不知他的来历 后来却给雪山派的女弟子 花腕子认了出来 竟然是该派的企图石中玉 说雪山派正在上门去和他理论 此刻看来 什么形势诡诈 武功高强 这八个字平语实在安不到他身上的 弥柔双眉紧锁 道 当时咱们想育儿年纪虽轻 心计却是厉害 倘若武功真强 做个什么帮主也非其事 是以当时毫不怀疑 只是记忆如何相救 免遭雪山派的毒手 可是他这个模样 宁斯片刻突然提高嗓子说道 师哥其中定有重大阴谋 你想着守成春被代夫是何等精明能干的角色 说到这里心中害怕起来 话声也颤抖了 石青双手附在背后 在柳树下夺步转圈 嘴里不住刀念 叫他做帮主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他转到第五个圈子时 心下已自雪亮 种种事情全合符解 只是这件事实在太过可怕 却不敢说出口来 他转到第七个圈子上 向敏柔瞥了一眼 只见他目光也正向自己射来 两人四目焦头 目光中都露出精不知及的神色 夫妇俩正正的对望片刻 突然同声说道 赏山伐 两人这四字说的甚响 石破天在远处也听到了 走进身来 问道 爹 妈 那赏善罚恶到底是什么名堂 我听铁插会的人提到过 上清官的道长们也抒起过几次 石清不及答他的问话 反问道 张三 李斯二人和你结拜之时 知不知道你是常乐帮的帮主 石破天道 他们没提 多半不知石清又道 他们和你赌喝赌酒之时 情状如何 你再详细说给我听石破天奇道 那是赌酒吗 怎么我就没中毒 当下将如何预见张三 李斯 如何吃肉喝酒等情 从头详述了一遍 石清带他说完后 沉吟半赏 猜道 玉儿 有一件事须得跟你说明白 好在此刻上课晚回 你也不用惊慌顿了一顿 旭道 三十年之前 武林中许多大门派 大帮会的首脑 忽然先后接到请柬 邀他们于12月出发那日 到南海的侠客岛去和腊八州 石破天点头道 是了 大家一听得到侠客岛去和腊八州 就非常害怕 不知是什么道理 腊八州有毒吗 石清道 那就谁也不知了 这些大门派 大帮会的首脑接到铜牌请柬 石破天插嘴问道 铜牌请柬 就是那两块铜牌吗 石清道 不错 就是你曾从赵徐石博身上 难挨的那两块铜牌 一块牌上刻住一张笑脸 那是赏善之意 另一块牌上有伐怒的面容 那是伐恶 投送铜牌的是一胖一兽 两个少年识破天道 兽年 他已猜到那是张三 李四 但说少年 却又不是 石清道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他二人那时尚是少年 各门派帮会的首脑 接到铜牌请柬之人一约前往 四事五事 否则他这一门派 或是帮会不免大祸临头 当时便问 到底去是不去 最先接到铜牌请柬的 是川西青城派掌门人 续山道长 他长笑之下 将两块铜牌抓在手中 运用魅力 将两块铜牌 融成了两团废桶 这原是镇受当时的独步内功 原判这两个狂妄少年 知难而退 岂知他刚捏毁铜牌 这两个少年 突然四掌齐出 击在他前胸 邓石将这位川西武林的领袖 生生击死 石破天啊的一声 说道 下手如此狠毒 石青道 清城派群道自然群起而攻 当时这两少年的武功 还未到后来这般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下抢过两柄长剑 杀了三名道人 便急逃走 清城派是何等声势 续山道长又是何等名望 竟给两个无名少年上门杀死 全身而退 这件事半月之内便已轰传武林 二十天后 渝州西蜀标局的碉唠标头 正在大张筵席 庆祝六十大手 道贺的宾客慎重 这两个少年不速而至 地上铜牌 一众贺客本就正在谈论此事 一见之下 动了公愤 大家上前围攻 不料竟给这两个少年从容一去 三天之后 西蜀标局自碉唠标头以下 标师烫自首 三十余人各个死于非命 只余下老弱妇孺不杀 标局大门上 赫然便盯着两块铜牌 石破天叹口气 道 我最先看到两块铜牌 是在飞鱼帮死尸传的舱门上 想不到 想不到 这竟是阎罗王送来的请客帖子 石清道 这件事一传开 大伙便想去请少林派掌门人 庙的大师领头对付 那直到的少林寺 寺中僧人说的方丈大师 出外军由未归 言语之无 说来不敬不识 大伙便去武当山 找武当派掌门鱼查道长 不料真武官的道人 各个愁眉苦脸 也说掌门人出关去了 众人一琢磨 六想这两位当时武林中顶尔尖的高人 忽然同时失踪 若不是中了侠客岛使者的毒手 便是躲了起来逼祸 当下由武台山善本长老和昆仑派 苦百道长共同出面 邀请武林中各大门派的掌门人 商议对付之策 同时珍奇四出 探查这两个使者的下落 但这两个使者神出鬼没 对方有备之时 到处找不到他二人的人影 但一梁戒被烧书 便不知从那里钻了出来 传递这两块绝魂牌 这二人又善于用毒 善本长老和苦百道人 接到铜牌后立即回去 当时也没什么 合了鱷鱼 却先后染上恶极而死 众人事后思量 才想到善本长老和苦百道人 武功太高 赏善罚恶二十字丹内武功 逗他们不过 更动摇不了舞台 昆仑这两个大派 便在铜牌上下了剧毒 善本长老和苦百道长 沾首后剧毒上身 终于毒发身死 石破天只听得毛骨悚然 道 我那张三 李四两位一兄 难道竟是 竟是这等狠毒之人 他们和这许多门派帮回为难 到底是为了什么 实情摇头道 三十年来 这件大事始终无人所解的透 少林派妙的方丈 武当派于茶道长失踪 时隔多年后 终于消息先后泄露 这两位高手 果然是给侠客倒墙情去的 在少林寺外曾激度了七日七夜 武当山上却没动手 多半于茶道长一把剑遍及尸首 这一僧一道 武功之高 江湖上含有匹敌 再加上青城续山道人 悉数刁老标头 舞台派善本大师 昆仑派苦百道人四位先后遭了毒手 其余武林人物自存武功与这六大高手差得甚远 呆得在街道那同派情景 便有人答应去喝喇叭咒 这两个使者说道 阁下会引光临侠客岛 时事不胜荣幸 某月某日情在某地相后 届时有人来迎接上船 这一年中 被他二人名打暗袭 行刺下毒而害死的 掌门人帮会帮主 共有一十四人 此外有三十七人应邀赴言 可是三十七人一去无踪 三十年来更无半点消息 识破天道 侠客岛在南海什么地方 何不邀及人手 其中那三十七人出来 实情道 这侠客岛三字 问遍了老于航海的渡公海狮 竟没一人听见过 看来多半并无此岛 只是那两个少年信口胡周 如此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除了那数十家 深受其祸的子弟亲人 大家也就渐渐淡忘了 不料过的十年 这两块铜牌请柬又再出现 这时那两名使者武功已然大尽 只在十余天之内 便将不肯赴言的三个门派 两个大帮 上下数百人盯煞的干干净净 江湖上自是群像耸动 于是由峨眉派的三长老出面 邀及三十余名高手 埋伏在河南红枪会总舵之中 今后这两名凶手到来 那只这两名使者 竟便避开了红枪会 甚至不踏进河南省境 铜牌却仍是到处奋送 是要接到铜牌的首脑答应付会 他这门派帮会便太平无事 否则不论如何防备周密 总是先后遭了毒手 那一年黑龙帮的沙帮主 也接到了铜牌 他当时一口答应 暗中却将上传的时间地点 通知了红枪会 那三十余名高手届时赶往 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 到时候竟然无人迎接 众人守候数日 却一个接一个的中毒而死 愚人害怕起来 邓时一哄而散 还没回到家中 道上便已听的讯息 不是全家遭害 便是全帮已被人诛灭 这一来 谁也不敢抗拒 接到铜牌 连及一命前往 这一年中共有四十八人 乘船潜赴侠客岛 却也都是一去无踪 从此更无半点音讯 那真是武林中的后劫 思之可不可叹 石破天欲待不信 但非于邦邦众死是迎传 铁叉会会众尽数就间 却是亲眼目睹的 而朱密铁叉会会众之时 自己无意中还坐了张三 李四二人傍凶 想来物资不寒而栗 只听石青又道 六过十年 江西无金门 首先接到铜牌请柬 早一年之前 各大门派帮会的首脑 已经商议定当 大伙抱着不入虎穴 焉得胡子的打算 决一到侠客岛上去瞧个究竟 人人齐心合力 好歹也要除去这武林中的功底 是以这一年中铜牌所到之处 竟为伤到一条人命 共有五十三人接到请柬 便有五十三人附会 这五十三位英雄好汉 有的武功卓绝 有的智谋过人 可是一去之后 却又是无影无踪 从此没了音讯 侠客岛这般为祸江湖 令得武林中的精英为之一空 普天下五人竟是束手无策 只有十年一度的听任宰割 我上清官身子隐晦 从来不再江湖招摇 你爹爹妈妈武功出自上清官 在外行道 却只用悬俗装的名头 你中卫师伯 师叔武功虽高 但极少与人动手 旁人只道上清官中 只是一批修真养性 不会武功的道人罢了 石破天问道 那是怕了侠客岛吗 石青脸上略过一丝尴尬之色 略意迟疑 道 中卫师伯师叔都是与是无争 出家清修的道士 原本也不目这武林的虚名 但若说是怕了侠客岛 那也不错 武林之中 任你是多么人多势众 武艺高强的大派大帮 一提起侠客岛三字 又有谁不眉头身皱 想不到上清官如此桃光养晦 还是难逃这一劫 说着常态一声 石破天又问 爹爹妈妈要共做上清官的掌门 想去探查侠客岛的虚实 过去那三批大有本领之人 没一个能回来 这件事只怕难办得很吧 石清道 难当然是极难 但我们素以复为解困为己任 何况事情临到自己师门 岂有袖手之礼 我和你娘都想 难道老天爷当真这般眉眼 任由恶人横行 你爹娘的武功比之妙地 于查那些高人 当然颇有不及 但自来邪不胜正 也说不定老天爷要假手于你爹娘 将朱密侠客岛的关键泄露出来 他说到这里 与妻子对望了一眼 两人均想 我们所以甘愿舍命去干这件大事 其实都是为了你 你奸血淫义 犯上妻师 实以不容于武林 我夫妇已无面目见江湖朋友 我二人上侠客岛去 如所谋不成 自是送了性命 躺能为武林同道立大功 人人便能见谅 不再追究你的罪迁 但这番位子判命的苦心 却也不必对石破天名言 石破天沉吟伴赏 胡道 张三 李四我那两个义兄 就是侠客岛派出来分送铜牌的使者 石清道 确然无疑石破天道 他们既是恶人 为什么肯和我结拜伪兄弟 石清哑然失笑 道 当时你呆头呆脑的一番言语 缠得他们无可推脱 何况他们发的都是假事 当不得真的石破天奇道 怎么是假事 石清道 张三 李四本是假名 他们说我张三如何如何 我李四怎样怎样 名字都是假的 自然不论说什么都是假的了 石破天道 原来如此 想起两个义兄竟会想起 不禁悄然不论 但想爹爹所料未必真是如此 说不定他们真的便叫张三 李四呢 说道 下次见到他们 都要问个清楚 敏柔一直莫不作声 这石盲插嘴道 玉儿 下次再见到这二人 可千万要小心了 这二人杀人不眨眼 名斗不胜 就像暗算 偷袭不得 便是毒药 石是凶狠阴毒道了 急处石清道 玉儿 你要记住娘的话 别说你如此忠厚老实 就是比你机灵百倍之人 遇上了这两个使者 也是难逃毒手 说道防范 那是防不胜亡的 下次一见到他二人 立刻便是杀招 先下手为强 纵使只杀的一人 也是替武林中 储去一个大海 造无穷之福 石破天吃一刀 我们是拜靶子兄弟 他们是我大哥 二哥 那杀不得的石清叹了口气 不再说了 心想定要儿子 杀害他的结义兄弟 这种话也不大说得出口 宁柔笑道 师哥 连你也说玉儿忠厚老师 咱们的孩子当真是变乖了 是不是 石清点了点头 道 他是变乖了 正因如此 便有人利用他来挡在济南 玉儿 你可知常乐帮群雄 奉你为帮主 到底有何用意 石破天缘非成笨 只是幼时和母亲辟处荒山 少年时幼和谢盈克 共居于摩天涯 两人均极少和他说话 是已于事物人情一窍不通 此刻听石清一番讲述 等时醒悟 师生道 他们奉我为帮主 莫非 莫非是要我做提死鬼 石清叹了口气 道 本来嘛 真相上位大明之前 不该以小人之心 镀侧江湖上的英雄好汉 但若非如此 常乐帮中英才极极 怎能奉你这不同事物的少年为帮主 推想起来 常乐帮近年好生兴旺 帮中首脑算来 瑕克岛的铜牌请柬 又借重现之期 这一次 常乐帮定会接到请柬 他们事先便物色好一个和他们无甚渊源之人来做帮主 事到临头之际 愿由这个人来挡过这一劫石破天心下茫然 实难相信人心竟如此险恶 但父亲的推想合情合理 却不由的不信 敏柔也道 孩子 常乐帮在江湖上名声甚坏 虽非无恶不作 但行凶伤人是抢抢劫之事 住时做了不少 尤其不禁银界 更为武林中所不齿 帮中的舵主乡主大多不是好人 他们安排了一个圈套给你钻 那是半点也不稀奇的石青哼了一声 道 要找个外人来做帮主 育儿园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忘了往事 于江湖上的风波险恶又是浑浑噩噩 全然不解 只是他们万万没料想到 这个小帮主竟是玄宿装石青 敏柔的儿子 这个如意算盘 打起来也未必如意的很难说到这里 手腕见饼 遥望东方 那正是常乐帮总多的所在 敏柔道 咱们既识穿了他们的肩帽 那就不用担心 好在育儿尚未接到铜牌请柬 师哥 眼下该当怎么办 石青微一沉吟 道 咱三人自虚到常乐帮去 将这件事揭穿了 只是这些人老羞成怒 难免动武 咱三人寡不敌众 再则也得有几位武林中知名之士 在旁做个见证 以免他们日后再对育儿纠缠不轻 敏柔道 江南松江府引起阳光 杨大哥交友广阔 优势咱们至交 不妨由他出面 广妖同道 同道常乐帮去拜山石青喜道 刺激大家 江南一代武林朋友 总还得卖我夫妻这个小小面子 他夫妇在武林中人缘极好 二十年来仗义舒财 福难解困 只有他夫妇去帮人家的忙 从来不求人做过什么事 一旦虚人相助 自闭登高一户 从者云集 请不吝点赞 HERE